那我给你们说 那我给你们说 王菲哥的公司 真的 公司我感觉 以前肯定是很好的 以前真的 公司应该是比较顺利的 以前的公司 遇到一些小问题 应该都是比较小 或者是处理也比较好处理的那种 现在不一样了 家里面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不一样了真的 我们 直播间都在扣2 王菲哥的公司 好像 不是好像是已经出了问题了 但是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大家们 你们觉得这个时候 我该怎么办呢 我真的好迷茫 以前我真的每次一有什么事情 都是王菲哥在 每次我有什么事情 都是王菲哥在我旁边 安慰我 鼓励我 还有你们 如果说今天没有王菲哥的话 怎么可能会认识你们那么多家人 对不对 直播间是不是都是因为王菲哥才认识我的 都是因为王菲哥所以才有了我们这个大家庭对不对 很多事情都是一开始都是我们 来我们先现在有三千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咱们三千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我们进来阿姨的直播间就把赞赞给他点到五十万先点到五十万好不好 我们先把赞赞给他点到五十万因为每次我一说话中途都会卡卡了之后 你们以为我就卡了下坡了你们也走了 还有 就是 刚刚说到就是因为王菲哥 我们才会认识 如果没有王菲哥记录 在我们农村记录一下 这些日常的话 我们怎么可能会 认识对不对 真的很多事情都是王菲哥 就包括我现在出来 也是王菲哥带我出来的 但是我 现在王菲哥 他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啊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我要去怎么做 要去怎么想要去怎么办 每次我一有事情 每次我遇到什么麻烦 王菲哥真的 第一他第一时间 你们就会告诉他 然后王菲哥就会知道就会来帮我或者是来安慰我 但是现在你们 刚刚有知道王菲哥公司 遇到麻烦了的遇到事了的 但是也有一些是不知道的 但是知道了的已经跟我说了 但是你们跟我说了 我却 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想去见王菲哥 我想去见王菲哥 但是又不能去见他 我想帮忙 但是以我这种情况以我这 我根本就帮不到人家王菲哥什么 我只会给他增加更多的麻烦 去见他 但是不能去见王菲哥 去见王菲哥的话不能去见家人们 打电话 打电话是吗 你们觉得王菲哥这种情况还会接我的电话吗 真的我 我真的很奇怪 明明我已经走了 明明 明明我已经 昨天我开直播 我一说要给王菲哥打电话 王菲哥怎么今天 怎么突然就公司上又又遇到问题了呢 你们真的不觉得都是因为我吗 你们不觉得王菲哥这些 砍砍砍砍 这些不都是因为我吗 感觉我真的我有时候感觉我 我能我不能帮他 小小小在搞鬼吗 小小在搞鬼吗 不会是小小做的吧 直播间是不是小小做的 应该不是吧 公司小小应该也做不了了 但是这次好像比真的比较严重的吧 应该 是小小是小小做的 你们打两个字小小我看一下 是小小 你们认为 家人们 你们认为是小小做的 你们就打两个字小小我看一下 然后我们直播间现在有马上有四千 我们直播间马上有4000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了 我们直播间马上有4000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我们先把赞赞点到50万好不好 我们把赞赞这样子点 咱们就是有 有那个 就是班阿梅把赞赞点到50万 好不好 是小小是吗 乘到400了乘到500了 小小 但是我们也 如果真的是 小小搞的话 那小小 为什么要这样子搞呢 小小为什么要这样子搞呢 之前 之前他 不是你们觉得 应该有一个理由啊 小小为什么要 害王菲哥呢 对不对 不应该啊 不应该啊 这个不应该啊 有个理由的嘛 家们你们你们 就是你们说一下 如果是小小的话 他是为什么呢 你是不是 看不到公平 我看得到 想要王菲 对 但是他如果是真的 他真的跟他说的一样 他喜欢王菲哥 或者是他真的觉得啊 他把王菲哥 当成自己的 就是家人的话 那他应该要 让王菲哥越来越好 对不对 而不是这样子 一二三 就这样子 再去害王菲哥 对不对 小小的目的是拆散我们 但是家人们 我已经 我已经不在公司上班了呀 我也已经不跟王菲哥联系了呀 我已经 我已经 真的我已经 是不是因为 昨天我开直播才会这样子 如果说我不开直播 也不联系你们 也不联系任何人的话 是不是一切都很顺利 很好 我真的 你们现在 这样子吧 现在王菲不要他 这样子 我好好的说一下我的想法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家人们 我好好的说一下我的想法 好好跟你们聊一下我 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 好好的 好好的 大家 知道吗 好好的